在电影《赶死队》中 有这么一把现弹枪 它一眼看过去仿佛是一把大号的手枪 但其实它是一把现弹枪 仔细观察其外观有些类似著名的 雷明顿870 不过这个枪确实是由雷明顿为基础 改装而来的 它就是超级矮个子 这把枪由美国一家并不太出名的公司 谢尔布武器公司所研发 超级矮个子是一款经典的紧凑型 无托迸动式现弹枪 不过这把枪并非完全由谢尔布武器公司开发 枪身上使用的机下 来自于莫斯伯格500和雷明顿870的机下 在为其安装上缩短的枪管 以及管式弹仓 一把超级矮个子就出现了 当时使用改装截短改装线弹枪的枪降不少 在民用市场上 那些截短线弹枪的AOW 多数是用双筒裂枪截短枪管和枪托而成的 但谢尔布公司是把这种截短枪 当成一个正式产品来经营 该枪有可以发射12号和20号两种线弹迁径 不过主要还是12号线弹 且不论是如何改进而来 一个标准型号的超级矮个子 整枪长度仅有419毫米 其中枪管长165毫米 这把枪也只能装填两发弹药 如果算上上膛的一发 那就是三发 不过后来谢尔布公司也开发出了延长的弹仓 可以提高1-2枚的弹容量 但是枪管也需要更换成为更长的 超级矮个子有许多特色 但是其外观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蹦动结构下方安装的那个握把了 在平时不使用的时候 这个握把可以向后折叠 有趣的是 在美国官方的枪支分类之中 由于没有枪托 超级矮次线弹枪被划归到滑塘手枪以内 而不是将其并入短管线弹枪门类之中 在附件配套方面 为了更加方便携带 谢尔布武器公司还推出了一种腿部枪套 可将超级矮个子收纳于其中 超级矮个子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 并且有大量的试验以及测试结果 在这些测试与试验中 这把枪表现出了不俗的可靠性 它非常耐用 卡壳的几率也非常小 虽然两发的弹容量让其面对其他武器的时候 难免会有火力对不过的情况 但是考虑到这把枪是要和其他武器配合使用的 那么这个缺陷也就可以接受了 而且这么小的外观也很适合携带 用来偷袭是很不错的 少的那几发子弹也就无关紧要了 这把枪的推出非常成功 不仅在民间打出一片天 更是被军队以及警察部队看中 作为他们破门和近战的辅助武器 而不影响他们携带其他主要武器 所以除了一些普通民众购买外 还有一些执法机构或军事单位购买了这种武器